那是他 他提出这个离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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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吉林省国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退休 退休金2400元 有双绑 住房面积59平米 这还有狗粮 您养小狗啊 对啊 就是怕狗闹嘛 这要我儿子刚才特意把狗给接走了 然后他在这屋里太闹人了 两条狗 两条呢 都啥呀 一个博美 一个泰迪 哦 养多少年了 这两个儿 我那个博美养十年了 嗯 泰迪小 泰迪一岁多 这是啥是接走的啊 这是 刚走 刚走 就怕我们来了 它在这屋里乱蹭 它叫 它叫一点丑人 来生个人啥 它叫 对 马大姐告诉我们 今天正好儿子休班 所以刚刚从他这儿把小狗接走 要是我们再早来一会儿啊 没准都能碰上呢 这是你吗 姐 对啊 这是你多大的时候 四十多 你那时候是长头发呀 关系的 假的 这是在影楼社的 那时候是短头发 对 姐 为啥留这么短头发呢 好打理呗 看你穿衣风格 休闲 比如休闲的 对 平时穿衣服就喜欢这个风格吗 对 你发现了些 你属于那种干练风 撒冷 你是不是平时挺撒冷的人 对 我性格急 那像你这衣服啥 大多数都是这种的 基本上大多数都是 正装的很少 看出来了 确实是 像咱们女士爱穿的裙子啥的 很少 没看着 大多数都是裤子和衣服 对 马大姐不喜欢 累赘复杂的东西 越简单越好 越省事越好 退休之前 马大姐的工作 需要经常出差 而这样的性格 也能更好地适应工作 我们是做一期一表的 电厂知道吧 发电热电什么的 电厂 锅炉厂 给这些地方做配套的 辽宁省区过 黑龙江省区过 内蒙去过 江苏 反正去过挺多地方的 新疆也去过 一年得大概在外面跑多长时间 十个月左右 一年在外面都跑十个月 就在家能待两个月 那可挺辛苦的 还行 马大姐说 或许是工作养成的性格 也或许是性格成就的工作 多年来的奔波劳碌 也让她的性子越来越坚韧 因为早些年 马大姐就离了婚 这些年独自抚养儿子 她不坚强 怎么能行呢 我是两岁的时候离了婚 咋回事 当时 就是在一块吧 只能说她挺有责心的 马大姐告诉我们 既然已经分开了 她也不想再指责对方什么了 这些年吃苦也好 受罪也罢 总算是熬出头了 儿子上个月办完了婚礼 她也完成了一个做母亲的任务 剩下的人生 她想为自己活一活了 就是能和得来的吧 嗯 就是说 有点担当啊 就是像你们经常说的艳缘什么的 嗯 再找另一半 马大姐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要能知疼知热 对自己好就行 那张大哥会是那个人吗 两个人相亲的结果又会如何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你好 来 姐到了 你好 你好 进步进步 你好 张明远 我张大哥 好 马世林我马姐 说个手吧 你好 握了 我刚才刚进入手握了 对 对这大哥演员咋样 还行 嗯 瞅着还挺睡啊 对 对这大姐妹 你有没有演员 没有 插在哪儿 就是不知道 反正就瞅着 没有那种感觉 演员 还有三天退休 你们六十是吧 对 七个厂现在效应还行是吧 不行 照头几年插远了 那我觉得现在疫情 疫情以后呢 也放假吗 上三天修四天 上四天修三天 上四天修三天 我现在就是 就近两年啊 就我现在的工资是 一个月能开上 一千块钱能超出去 就很不容易了 就我现在拿个手的钱 那就够生活吧 那就等一下待着呗 不出去呗 那你不出去那也不够啊 因为疫情期间 汽车厂的生产量 大大减少 所以张大哥 这两年的工资不是很高 有时甚至都满足不了 每个月的基本开销 而且这种情况 可能还要持续个两三年 就在红娘为张大哥 捏着一把汗的时候 马大姐这边的回答 却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就是说 他现在就是说一千多块钱 这也都是暂时的 就是不可能说经常走这样 再说你就再拿再拿 你就三年时间 嗯 其实 不是说熬不熬 这都是暂时的 还得往长远了看 长远了一个是 就是说 两个人脾性啊 合不合得来啊 那都是暂时的 那也不再考虑范围之内 嗯 因为不影响以后的生活 退休以后的生活 肯定慢慢逐步就稳定 不可能说光看眼前这一块 马大姐直接了当地表示 对于张大哥目前的工资 她并不介意 毕竟还有三年就退休了 再难也就三年 省着点花 一晃啊就过去了 比起这些 她更在意的是 两个人能不能合得来 但说到这一点上 张大哥这边 却有个担心 看到我现在就是这种生活方式了 可能有些人她就适应不了 那你这一瞅你太干净了 完了是不是结屁啊 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明白 你这么爱干净 我还得有事跟你说一下呢 我家有两个宠物狗 我不喜欢 在毛里我一概不喜欢 我不跟你讲 来了我说不能赢的 就领了她在关厕所去 一直我就不喜欢这个东西现在 来人的叫唤 没上咱家来 就一走一过的 上楼梯的叫唤 再一个毛 这两年我有鼻炎 那玩意就 爱犯命 都陪伴我十年了 我不可能说 因为就是说为了再找一个 把她冷下 那绝对不可能 就是假如说姐 咱假如说在另一半 和小狗当中选一个 我选狗 就毫不犹豫 对 马大姐告诉我们 那两只小狗对她而言 已经不只是宠物了 共是她的孩子 是家里的一份子 所以无论如何 她都不会放弃的 她也理解张大哥 不喜欢养狗的心情 所以两人最终还是决定 做个朋友更合适 还是缘分不到吧 对 做个朋友吧 好 来 能看出来 大姐对大哥的印象 还真是挺不错的 大哥说自己的工资低 不够花 大姐一点都不在意 还愿意拿出自己的钱 一起生活 马大姐说了 两个人过日子 得往长远了看 得看脾气秉性啥的 合不合适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大姐的这种性格 张大哥也是真挺欣赏 只是她对于马大姐 实在是差了一点眼缘 所以没能走到一起 那告别了马大姐之后 红娘又为张大哥介绍了 同样家住长春的孙鹿 孙大姐 孙鹿47岁 李懿 从事心理咨询师工作 月收入1万元左右 住房面积100平米 你今年是40 47 看得真不像 谢谢你 真的我就这么看着你 我感觉你可能就刚刚三十 不 谢谢 谢谢 主要是心态还行 别说咱红娘不相信呢 估摸着换谁见了咱孙姐 都很难相信 她是个快50岁的人 孙姐说 或许是因为自己心态好 生活方式轻松 所以看着呀 也就比同龄人年轻不少 我基本上每年都得在外面去 就是走个几个月 每年都会出去 对对对 因为我到八月份的时候 是过敏嘛 鼻炎过敏 然后八月份 八月末的时候 就基本上就走了 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可以拿着手机走 就是我在工作 那个手机上工作 我是在这种就是专业的 就心理平台 就是国内也挺知名的 有平台上 然后就是专职的做 但是我这个工作就是 我忙的时候就可以 关上停止工作 孙大姐告诉我们 她就职于国内的一家 网络心理咨询平台 平时都是在线上工作 所以时间相对自由 收入也比较可观 你是心理咨询师 对对对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你的心理咨询师 做了多少年了 做了七年了 正唠着嗑的功夫 这一时 孙姐家的门铃突然响了 就在我们红娘纳闷 谁来的时候 开门看到的 却是外卖员 你们辛苦了 是是是 太谢谢了姐 我猜你们很喜欢喝奶茶 你们这个年龄 真是青春无敌的时候 那你平时会喝吗 会呀 说实话呀 不管是从长相上 还是精神状态上 甚至是喜好上 孙姐更像是一个 二三十岁的小姑娘 这不禁让咨询娘 再次向咱孙姐 确认起了年龄 你真的有四十期吗 有 我真的咋的都不 就感觉串的都不像 只是我的精神层面 没太老去 因为学心理的嘛 可能有一部分 我更希望要自己过得 简单纯真一点 你看好姐 就是一般牛 你看我们姐夫就是 好像六七十岁 老年也比较多 对 那你又比较年轻 那你会 就是怎么想到 参加我们这节目 我觉得那 这个最小爱情 人人都有权利 是不是 对呀 管他年老年轻 其实人有几个年龄嘛 就是说比如说心理年龄 颜值年龄 是吧 还有生理年龄 你这个东西 有的人他虽然年老 但是他心里很年轻 所以这也可以在我可选择范围内 我就想那我就报个名 试试啊 孙姐告诉我们 她在找另一半这件事上 年龄方面没有固定的标准 她更在意的是一个人心里是否成熟 心态是否年轻 三观能否一致 而不是像在上一段婚姻里那样 两个人背道而驰 我是在一二年的时候 就是跟前夫分开的 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来说 可能会更自我的一个人 我们俩一致 我女儿的学费比如说是七千 他拿四千我拿三千 就这样的 分得这么轻 对 特别轻 而且我跟他在一起这十年 他没有给我买过什么一个首饰啊 一件衣服啊都没有 天哪 那这个就是最初 提出这个A是你俩谁提的 没提 就是当初也不知道 反正就这样过呗 也没有什么规则 就想就怎么样都好呗 那这个是就 不感觉 这A是总会有这么一个最初的开头 最初开头 你俩咋开的 他是这么开头的 我给你打个比方 比如说孩子要用钱 他说 我这有三千 我这有两千 你哪有多少呀 我说那我这有 就这样的 就这么开头了 孙姐说 即使A制也好 各花各的钱也罢 他都不在意 他更在意的是一个人的心 但令他最难过的是 前夫的心里只有他自己 他所有的这种 专注点都在自己身上 他自己比如说 他从来不做家务啊 也不做饭 然后呢在外面就是 自娱自乐的非常嗨 然后我呢在家里带着孩子 然后也感受不到爱 陪伴呢 还有金钱啊 所有的就都没有了 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孙姐说 其实自己那时的婚姻 就是典型的丧偶式婚姻 与其苦苦维系 倒不如各自安好 所以孙姐后来 义无反顾地离了婚 这两年女儿上大学之后 她愈发地感觉到孤独 所以再找个伴的这件事 被提上了日程 可能放在第一位的 就一定是一个人的品行吧 就因为一个人的良好的品行 能给别人安全感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就觉得就是说 可能说你不一定那么优秀 或者完美 就是你是我的菜就行 那我的菜就是一个 不木讷的人 就是可能说喜欢聊天 喜欢有趣的东西 喜欢探索这个世界的人 然后有一定的思想境界的人 这最基本上就是我要求的 人品好 懂得如何去爱对方 这是孙大姐 在找另一半的要求 对此红娘觉得 张大哥会做饭 家务方面也勤快 成了家的话 对媳妇肯定错不了 而且张大哥有房有车 退休之后 每个月能开到七千多块钱 经济方面 两个人也可以生活的不错 所以红娘决定 给两个人牵牵这条红线 那接下来的相亲 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来听见 大家听见 来听见 这两个正式去做一下介绍 好的好的 这位是张明远 我张大哥 你好 然后思路 我是你姐 演员有 对于这些大哥有没有演员 不太有 就哪那些 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它就是从颜值到气质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个小妹吧 那当然了 你看这解像够大 我不敢瞎猜 那她挺年轻 该她知道的 我是在一期就是工作 工人 你是 我是做心理工作的 我是在就是 咱们全国性的这种心理平台 线上工作 心理咨询师 头一次 头一次听说这个是啥工作 不是头一次 因为我对这孩不懂 因为我是 那个啥 汽车工人就是干活的 所以她这个 这种就是 大哥是什么文凭啊 我是高中 国化程度第一 就是 因为我们18岁之前就上班了 大哥就是确实是个工人 这种感受 当然我还是需要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学识 一点的 就是也不用太 文化水平太高 但起码也有一点的 就是文化修养的这种 对于张大哥的演员 以及文化程度方面 孙大姐都不是很满意 但相反 对于孙姐这边 张大哥却很是喜欢 也想主动争取争取 我不受验 酒是没有聚的 我不喝酒 平常我也不喝酒 就是要有的 就真的要是大伙聚对堆的 能喝点 啊 能喝点 但是我一般有尺度 我是很有尺度的喝酒 我跟你讲 姐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 嗯 特别喜欢到什么程度 就跟大哥说一说 就我一年有好几个月 都在外面走啊 那真的挺爱我旅游的 其实我也是他 但关键是 我没时间我得上班 对 我的工作人员 我就再想 退休以后 就是可以了 放松了 就出去了 那你要是退休以后 你也想像一样 就是说一年 拿出这么几个月时间 在外边旅游 可以 哦 我是愿意在就是出去 留的 就是尤其开车出去 自驾游 嗯 因为两个人都喜欢旅游 所以红娘就想着 能不能在这件事上 帮两个人拉近一下关系呢 但没成想 却是帮了倒忙 直接让两人这场相亲 宣告结束了 我觉得生活可能要有一定的品位和质量 那你喜欢的东西你要有能力去买拥有它 或者要生活你要有能力去享受它 比如说我连我女儿去三亚 就会上那个鸟巢 就拍《非诚勿扰》那上面 我会连他去上面去住 一个晚上1400多 然后会连他去看最好的海景房 这都是我平时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会 该省的时候我是省不浪费 但是我该花的时候我会花 我现在的能力啊 就是能承受得了就是一部分 因为我现在的 我那天我跟他说过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也是 就是现在还得少点 但是我是退休以后 是在7000以上吧 就是工资 那你约工资是多少吧 你约工资现在是多少 现在少 我现在两千来过钱 天哪 那两千多元生活确实挺艰难的 得跟你解释一下 现在的特殊时期 他们那个工资的汽车厂 因为啥呢 明白明白 因为你可能不懂就是这个 在这个企业当中 干这活是怎么来的这个钱 明白 我大概知道 他说呢住别墅啥的 那是就得太夸张了对于我来说 那是就得太夸张了对于我来说